800公尺以上的中高海拔碎石坡地或贯丛间的裸露地 以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为食 体型比台产同属蜥蜴都粗壮 身体躯干最长达6.8公分左右 全长则不超过20公分 尾长最长达躯干长的两倍 是台湾产草稀中尾部与躯干长相对比例最短者 现在天色慢慢暗下来 在高海拔地区是非常安静 不过在实验站这边有一项研究工作正要进行 这边长期有做蚵类的调查记录 通常我们做这个蚵类的诱集的工作 大概会准备哪些器材 我们做蚵类诱集它用的是一个趋光性的它的这个席性 那所以说一定是要在夜晚 我们会先准备一个架子 然后上面会有一张白布 前面会放一盏灯 灯打在白布上反射到远方 然后借以用蚵类过来 那目前看到的布有两块 那一块是铺在地上 那一块是架设起来的 那这两块有什么差别呢 这块布的话它是为了要就是说 就是直接往灯来的它可以停在这一块布上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它飞来的时候 它并不是直接落在这个布上的 它是停在地上的 那我们底下这块布就是让一些停在地上的 而我们比较容易去观察它 布木已经架设好了 那再来就是要架上这个幼儿的灯泡 那这个灯泡有什么特殊性吗 这个灯泡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像是一般那种路灯的水银灯 它的瓦数大概就是400瓦 它其实亮度非常的足够 亮到足以让很远方的额类 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 然后它就飞过来这样子 这个灯泡是400瓦 一般在幼儿它灯泡的颜色有没有影响 颜色影响是有一点 不过通常我们比较习惯用的是白色的 亮出来是白色的灯光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其实还有一种比较特别 它可能是会用比较深色 像黑灯管这种东西 黑色的灯管 黑色的灯管 因为它可能要有解释不同习性的额类这样子 那像我们待会就是把这个灯泡点亮嘛 那通常大概它多久 额类就慢慢会聚集过来 刚开始亮的话 额类其实已经开始会慢慢地靠过来 随着它亮度越高 它就慢慢才会到一个极大值 慢慢有一些额已经在这个布幕上面 主任那像今天幼儿的状况算不算好 其实今天的额况算是很普通 并不是很好 如果状况比较好的话 那几乎整个白布上面都会布满的飞蛾 主任你从事额类的观察研究 已经多久了 我们在合幻山小风口点灯右耳 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 最初就是想说 了解一下这个地方额类的组成 到目前为止 记录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 大概有4700笔 以小风口这个地方来讲 超过300种 不过我们还有相当多的标本 还在等待鉴定 高海拔地区的气候严苛 一般说来物种较少 生态比较单纯 但是能在这样高寒孤寂的环境中存活的生物 总是有些独到的生存能耐 特生中心高海拔试验站的林主任 决定在这里进行鹅类研究 不但扩大台湾鹅类研究版图 也让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研究更加完备 我们会将抓到的虫 先放到四脚袋里面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夹链带 把当次采集的鹅类全部放在里面 作为标记 然后并写上它的一些采集资讯 然后回来之后 我们要做标本的 我们会把这一包先放进冰箱里面 那等到要做的时候 再把它拿出来退冰软化 软化之后我们会在展翅板上 把鹅做展翅 那展翅的目的是 让它翅膀可以摊开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前翅和后翅的一些特征 那展翅完之后 然后我们会把它阴干 然后阴干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它拆开 把纸袋还有针都拆掉 那拆掉后的标本 就是像现在放在标本箱里面的这个样子 那它放在标本箱会比较好保存 我想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资讯的分享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除了做采集 我们所有的采集品 我们都会做成标本 那所有的标本 我们都把它拍成照片 所以目前在和湾山鹅类的采集 我们把它的资料 全部都放在网络上 刚才把试验站自己有设立一个网站 里面分享了很多的资料 那其实我们也很希望 这种鹅类的调查工作 可以普及到全民 如果民众你对鹅类也有兴趣 而且你也在你的住家附近 曾经看过这样子的鹅类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样的资讯 跟我们分享 在网络上搜寻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高海拔试验站 就会找到这个网站 网站内容充实 关于鹅类的影音文字资料十分丰富 另外也有一部分鸟类和植物的资讯 此外经过两年多的采集 试验站里的鹅类标本数量 也越来越多 诸多标本中 鸡肠尾水青鹅 是台湾三种肠尾水青鹅中 体型最小的 林主任和同仁 曾经从野外采集虫卵回来 还拍摄下羽化的过程 拥有两百多座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台湾 是众多分疏奇异 各具特色生物的家园 而研究人员在高海拔地区 和那些缤纷独特的生物一样 耐寒强韧 让台湾特有生物研究和保育工作 开出美丽的花朵 这里是台湾的高海拔地区 荒寒绝美 蕴藏五线生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千公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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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谷這邊它比較特殊幾乎到冬天的話 都是比較屬於乾季的 漁民乾粒就不作業 有大量的水鳥 包括黑麵皮肉就有充足 還有豐富的食物可以吃 這個保護區它有300公頃 因為這裡很大 所以他們會覺得很安全 他們現在主要是在禮貓洗澡 然後他們等一下就準備要出去吃東西了 很多遊客他們如果白天去賞鳥區 看到黑皮的時候 黑皮都是在休息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的了解會不夠 那如果說透過到我們這個生態展示館來看的話 他就可以了解說 黑皮他一整天到底都要做些什麼事情 還有他一整年的活動 那甚至是說他這一生到底是怎麼度過的 現在這個豪美寮紅樹林保護區裡面 要做一些環境基本的檢測調查 那這是我們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對立行性的一個工作 我們會測土的PH 就是酸檢素 還有它的氧化還原電位 那這個都跟紅樹林的生長其實是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監測這一些 對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在81年成立以來 我們做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去調查全省的紅樹林的分布 原本嘉義地區是紅樹林的一個精華地帶 可是像幾個號稱的紅樹林保護區 紅樹林是整片的消失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嘉義地區做了一些富裕的工作 一個好的富裕不是大面積的去種多少 而是讓它能夠自然更新 就算是一個富裕的成功 這是一塊我們不太容易親近的土地 生長著一般人不熟悉的植物 從台北的淡水河口到屏東大鵬灣 在潮汐漲退淡鹹水交匯之地 默默地擔覆起保育海岸 淨化水質固碳造養 提供生物棲息等重責大任 這些植物的生活條件嚴苛 居住地有時汗有時烙 吸取的水分有時淡有時鹹 帶著鹽份的海風一年四季不停吹瓜 即使如此這些紅樹植物並未離我們遠去 台北的竹圍 關渡 擁有臺灣面積最大的水鼻仔淳林 新竹以南到嘉義地區 則為水鼻仔和海茄東混合林 臺南地區則是海茄東 五黎礁和蘭里的混合林 高雄地區為海茄東和蘭里混合林 屏東則以海茄東為主 這些濕地植物的生命形態和生存技能 本身就讓人目眩神奇 生息期間的多樣生物也有著鬥趣的外形 奇妙的喜性 然而隨著海岸地形變遷 紅樹林時有消長 臺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從民國81年成立之後 隨即展開臺灣紅樹林種類分布面積的全面調查 近年來則在紅樹林面積快速縮減的地區進行復育 同時也計劃展開另一波臺灣紅樹林現況的全面調查 其實在這裡早期外面是有一片很長的沙灘 沙灘之後是沙丘 沙丘的內部就是木麻黃林 那因為這裡是接收龍宮溪口進來的水 所以是一個細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木麻黃已經漸漸死掉了 紅樹林就在這個時候因為水的關係 它又進來了 但是這一個時間其實不會維持太久 就是水一直進來的時候 鹽度也是很重 所以有可能導致這一片紅樹林也會慢慢死亡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些比較深的潮溝 海草已經上來了 那我們在這個區塊的話是貝氏海草 那貝氏海草也有人叫它喜岩草 那這個海草它大部分都是跟紅樹林半生的 在台灣的話 目前我們大概只有發現這個區塊 有比較多的這個貝氏海草 那其實這也是生態掩替的一部分 因為早期的話都是紅樹林 那你可以發現這一塊可能完全看不見紅樹林 因為這邊的水比較深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紅樹林死亡之後 海草就慢慢進來 所以我們中心其實最近也在注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只被轉移之後 它的營養鹽或者是它整個養分循環 或者是它對於生物的氣所提供了什麼樣的變動 像這邊的話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青白昭蕭蟹 因為青白昭蕭蟹它數量比較多 所以感覺上比較不怕人 這個昭蕭蟹到底在這裡有什麼作用 那當然是第一個它是在這邊密實 那這是它的棲地 但是其實以現在來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全球環境變遷 在很多消失中的島國 他們是會去廣植紅樹林 第一個是為了狂護它們的海岸線 那另外有一個很重要 可能大家看到 早早些上上下下 那它們就是一個挖洞的動作 那它們可以把這些紅樹林所產生的碳 拉到土層底下 所以有一個講法就是說 事實上紅樹林死地裡面的碳吸吋的效應 是非常高的 這些湧湧嚷嚷嚷忙碌非常的小動物 趕在漲潮前覓食 讓整片泥灘地看起來熱鬧非常 千萬年來 它們和紅樹林一起 創造了潮間帶的迷人風情 想都沒想過 如今能為減碳降溫 改善地球暖化做出貢獻 事實上 紅樹林的功能還不只如此 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河口和潮間帶生長著 大約六十幾種紅樹林植物 它們提供魚蝦貝類生息 淨化污水 進行光河作用 同時也護衛著海岸線 阻擋海水長驅植入衝擊環境 根據研究 如果南亞地區的海岸線上 紅樹林林象完整 南亞海嘯造成的傷亡 應該會減少很多 為了讓台灣的海岸線 藏寶氫綠生態豐富多元 研究人員持續關切紅樹林 有計劃地進行復育 這個是五離礁 那它在台灣是稀有的植物 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根系 是會從枝條或者樹幹這樣長出來 所以它整個根系看起來 就好像蜘蛛一樣 所以國外它們俗稱它 就Spider Mangrove 那這五離礁的話 在台灣大概以前就是分佈在嘉義以南 一直到高雄這一帶 現在數量是很少 所以我們當初會選擇五離礁來做富裕 是因為其實它是一個海岸防風 或者是景觀上或生物多樣性上 非常重要的一種紅樹林植物 我們現在在這邊看到 這個是它的花苞 紅樹林是一種很典型的胎生植物 那什麼叫胎生 就是說一般是這個花苞 它開花之後是會結果 那正常的植物大概果實成熟 它就會掉下來 但是紅樹林植物不一樣 它就再從這個果實裡面 直接在樹上就發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長出來這個夏胚蟲 那這長長的夏胚蟲 那夏胚蟲長出來之後呢 它這個就變成一個好像成熟的小苗一樣 那它這個是綠色的 所以它其實也可以行光合作用 那等到它整個掉下來之後 就會跟著潮水走 那到了適當的地點 它就掉下來之後 它就發展成一顆完整的小苗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花苞 它不會在今年就變成台生苗 那可能要到明年六月才會完全成熟 它的葉片很可愛喔 你可以看到它葉片這邊有一個凸間 它也是厚格子 就是好像我們講的榕樹葉一樣 就是皮革的材質 那其實這個在海岸的植物 它不是格子就是肉質 因為它要除水的關係 那以武力教來講 滿多人都會來欣賞它的根系樹枝 所以在紅樹林植物裡面 還滿具有景觀價值的一種植物 那台灣的西海岸 事實上並不是說每個地方都要廣植紅樹林 我倒覺得這個觀念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原來有紅樹林的地方 我們如何把它保持下來 然後維持它生態系的功能 甚至是保護我們台灣海岸線的一個功能 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海岸線朝間代擔負第一線的防衛工作 即使擁有一身絕技 紅樹林植物仍然有它的天敵 最近幾年嘉義地區 從蒲子溪口到豪美寮地區的 紅樹林大量死亡 就是因為一種等角木水獅科的 結枝動物蛛食危害所致 從早年的不當開發 近年來海岸線變遷到克服病蟲害 研究人員為了長保紅樹林族群繁盛生態完整 實時調整策略 轉換關切主題 由於海岸線快速改變 這裡也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研究人員 最多研究和富裕心力的地方 幾年下來 好美寮的富裕已見成效 除了人工移植的存活率相當高 也有不少胎生苗成熟掉落 然後隨波漂流到比較外圍的地方生根發育 這種小面積移植 自然更新的做法 正是符合自然生態 又最節約成本的成功策略 由於沼澤地的土壤粘稠飄移 空隙少而缺氧 質地柔軟而難以立足 一般植物不易生長 紅樹林植物則發展出支持根和呼吸根 使它成為濕地中的強勢物種 支持根是樹的主幹長出 旋垂向下伸入軟泥裡 並且從支持根上又側分出支持根 成為向四面八方延伸的露出盤根 以淺而廣的根系支持植株 而呼吸根則表皮滿部孔隙 成為氧氣交換通道 而部分紅樹林植物的根 則同時擁有支持與呼吸功能 好美寮濕地擁有多種紅樹林植物 以及旁附多樣的濕地生物 從民國76年就化設為自然保護區 同時也是台灣的重要濕地之一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在這裡長期監測水質 和土壤 建立人們認識好美寮濕地 特性的最基礎資訊 我們現在這個好美寮紅樹林保護區裡面 要做一些環境基本的監測調查 這是我們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會例行性的一個工作 會選擇這個地點 就是它除了是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市地之外 但它這邊氣地形態很豐富 有紅樹林、泥灘地 還有靠水邊一些有海草 氣地一樣很豐富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監測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一些水質監測 然後我們帶一個水質儀 然後我們還要採水樣 回去測營養 然後我們還要做一些底泥的採樣 回去測成分 然後再回去做一些 就好